这是行动管制的不知道第几天 一场疫情之后 我明白了无论如何 地球确实还在自转的 而我的世界 也依然还在照常的运转着 非常感谢这段日子都有它的陪伴 Huawei MatPad Pro 一个我用了之后就离不开的产品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牛逼 每天一早起来 我就来看看新闻 刷刷FB 看下有什么新的东西让我挣广见闻 才怪嘞 看下有什么八卦不了吗 然后美好的一天呢 当然是从吃早餐开始 看这视频里的教学 和我做出来的成果 我掉泪了 就是因为感动 我恐啊 你以为我不想 order great food 咩 但是没有办法 自己做的早餐感觉还是不错的 拍个早餐 上传到IG装个B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搞不好这样子 暂时你还心中还加了不少分数 对我也有好处对吧 看到这里 你真的以为我那么好命吗 完全不用做啊 不用玩啊 bro 好彩我有这个Huawei MatPad Pro 随时随地随随便便就可以是一个办公室了 背上完美的这个Huawei Keyboard以及MPen 工作在高效率的情况下可以顺利的完成 看我在做PowerPoint是多么的轻松 因为有了这个Split Screen功能 非常简单轻松的就能transfer照片 再不然就是使用Multi Screen Collaboration 直接把手机搬进Huawei MatPad Pro里拉包就可以了 轻而易举 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用的话 还可以Split多一个Screen 让你做东西 非常的方便 当我以为完成工作之后 可以好好地舍一下了 我的老板就过来了啦 我们都是用Huawei Midtime的 为什么用Huawei Midtime呢 因为它够高清 而且它也可以透过这个Huawei Midtime 直接Share Screen给我看啊 顺便写下它的意见给我 非常的仔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要做错都很难 这样子这里搞一搞 那里开下会议 终于赖到了下班的时间 是时候玩下游戏放松心情啊 玩下PUBG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重点是够轻盈 视野也够大 玩完下玩完下不直觉 就没有什么电了啦 因为拥有这个快充技术 再次Charge 很快就有电 继续可以做我要的东西了啦 吃完一个晚餐之后 电也满了啦 看戏是最舒服的选择了 Huawei Midtime Pro里 有pre-install好了的 这个iFix App给你看个够 再透过Wireless Projection 投射在电视上看 感觉这一天的压力 都放松完了 看了之后才发现 哎不错哦 确实是有很多好看的戏 只是蛮多马来戏戏一下 不过也没有关系 因为后来我才发现了 还有另外一个video app 电影开了之后 哇什么戏都有 中国戏啦 香港戏啦 台湾戏啦 重点是 有女孩最爱看的这个韩国剧 全部都有 这下够了吧 这几天生活 大概就是这样过咯 说真的 有了这个Huawei Midtime Pro之后 因为哪里都是的工作 感觉效率反而提高了 因为就连在床上躺着 也可以不影响我的工作 除非我睡着啦 可能到这里 你们会问我 这个app能用吗 那个app能玩吗 反正你们也看到的 我是用了的 没问题 至于Gmail 打开email栏里 就能够看到了啦 影片里看到的app 是从我的旧手机 全部Huawei Clone 扳过去的啦 非常方便 两架手机都有了 这个Huawei Clone之后 只要拿旧机 scan去新机 就可以一次过 把那些app全部扳过去啦 所以如果你有在考虑 购买一个新的平板化 我真的觉得 Huawei Midtime Pro 无论是在设计上 还是效率上 都非常有优势的 它确实是一个 我用了之后 感觉离不开的工作道具 尤其是我这种爱出国的人 带着个Huawei MacPad Pro 感觉会比带一个 Laptop出去更方便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啦 喜欢的话 就按个赞 分享 还有记得关注我们 Technik中文吧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